假面骑士版植物大战僵尸 耗时三天时间 使用植物大战僵尸的原代码成功制作出 假面骑士疾狐 大战邪魔图 这期视频真的是费时费力费猛里啊 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真的非常希望大家可以点个赞呀 哟 我是安哲 最近随着疾狐的剧情慢慢浮出水面 我一天不看疾狐我就浑身难受 而今年的疾狐新游戏竟然是采用了电影的IP 那我的小狐狸没游戏可怎么办呀 我自己做呗 有一说一啊 我最近一直在玩植物大战僵尸 不怕大家笑话 这游戏我也是最近才通的光 这么经典的游戏我竟然没有早点通光 我真的是 一 该打 那么这次我打算用假面骑士疾狐 它算植物大战僵尸的内核啊 比人 比人啊 刚好会一点scratch 然后又刚好 比赛有一位大佬用scratch 极致还原了一个植物大战僵尸 大佬人很好啊 甚至愿意把原代码分享出来 所以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 大峰和啤酒分享出来的原码 紧接着就是把整理好的需求发给画家 这样就差不多完成前期准备了 为了照顾没有玩过植物大战僵尸的观众们 所以这里我会采用宁门卡的介绍方式啊 所以植物大战僵尸的大佬就量解一下吧 回到游戏里头 那么目前只有这两种僵尸与十位骑士 而其中甚至有一半的形态都是以疾狐作为本体的 谁让每个玩具都给他玩过嘛 不过因为这一次的测试版还只是试试水啊 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把喜欢打在公屏上哦 点赞要是能过5000的话 我争取在几乎完结之前把这款游戏给做出来好吧 首先是第一关就能使用的骑士 几乎的马格兰形态 放置第三就可以向前方的僵尸进行设计了 第一关基本上没啥难度啊 只要记得收集从天而降的任务盒就好了 一个任务盒可以获得25点能量 虽然看起来很少 但是完全够用 因为打过第一关就已经可以获得泰离的忍者代扣了 这个角色就对应原版的向日葵 是在白天必带的一个角色啊 犯者不动就能每24秒获得一个任务盒 可以说是任务盒生产3了好吧 这不还原 从第三关开始就是可以使用全人物的了 我也是精心挑选了10个角色 基本上是完全够玩的 首先介绍一下这张卡 马格兰加推进器 那么这张卡的原型其实就是寒冰射手 命中僵尸就会使其减速 你们应该也能猜到了 是的 只要是豌豆射手系列的 基本上都给我换成疾狐了 而这个双马格兰的原型其实就是双发射手 和它的名字一样啊 每次攻击将会连续射出两发子弹 然后就是摇摇机的双推进器 不同于其他疾狐的形态 这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射击人物啊 而是只要你放置在地上 它就会把前后路上的僵尸全部烧毁 要知道普通一颗子弹的伤害只有20 而双推进器的伤害达到了惊人的2000 整整100倍啊 最后的几乎本体的形态呢 就是双子指令了 那么这个形态是根据三线射手来进行修改的 但和原版三线射手不同的是 这个形态只能达到两条线上的僵尸 分别是自己本身面对的中路以及上路 因为相比于原版肯定是削减了不少的 所以每颗子弹 我多给了5点伤害 我这不叫削 叫改版 第七个角色就是牛牛了 它的原型是土豆雷啊 那么这个我是没怎么改的 因为我感觉原版的土豆雷 就是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角色 挺好理解的 就是从你放这牛牛的时候开始算15秒 这15秒就算是被僵尸攻击了也是不会反击的 但15秒之后 牛牛就会破土而出 一刀斩 这不帅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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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破坏啊 我贼还原好吧 第八个角色就是以窩瓜为原型的怪物代扣 因为我个人感觉 怪物代扣在剧里是属于一个比较重型的形态啊 所以我就给他套了一个窩瓜 很简单的角色 放着怪物代扣之后 只要角色前后出现僵尸 就会直接 给我砸 剩下的两个就是节拍代扣和盾牌代扣了 节拍代扣就是放着之后在周围形成一个大爆炸 和盾牌代扣 盾牌呢 你盾牌呢熊猫 兄弟们 别急啊 因为这个版本还是稍微有点赶鸭子上架的 所以盾牌嘛 并没有画出来 但是大家可以靠想象力的嘛 不过我得说实话 我做游戏还是很有逻辑的好吧 不是乱改的 为什么要用猫熊来当坚果 诶 这我可得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因为他就是被僵尸感养淘汰的 我是恶魔吗 你们真别说 我还特地给他加了个血条 真不是因为我懒啊 好吧我懒 以上的十个角色你们还满意吗 欢迎在评论区上提出意见哦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原创的技能 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上提出你的意见了 我就把话撂在这了 你的想法确实OK的话 我直接二话不说 夹进游戏 虽然说多了感觉像甩锅 但确实是时间问题 不过这里我得和你们说说这个游戏的一些小细节 你们也知道啊 我的邪魔图骑士 其实是改的旗帜僵尸 而旗帜僵尸出现的时间 就是进度调到旗帜的时间 然后就给我改成驱动器和邪魔图代扣了 你们看嘛 每次代扣插进驱动器的时候 就代表着邪魔图骑士的出现 这个专意可以吧 觉得可以的记得打个可以啊 想必看到这里很多人就要问了 为什么我非得要用游戏引擎来制作植物大人僵尸呢 我完全可以用植物大人僵尸的本体来进行更换贴图 其实这个想法我一开始不是没想过啊 说出来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 想制作一个真正的假面骑士游戏的 你们在前面也能看出来了 这个游戏还是稍微带一点原创技能的 不过真的是因为时间问题啊 导致很多原创的东西并不能搬上门面 但我答应你们好吧 如果这些视频年代能过5000的话 在正式榜里我一定会加入更多的原创技能 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啊 行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大风和啤酒原代码的分享 用Scratch 1比1模仿一个植物大人僵尸 这也属于是Scratch业内顶尖的玩家了 也非常感谢其他画素材的各位朋友们啊 下次给我打个折呗 当然啦最感谢的还是屏幕前的你们 正是因为有你们天天催我做游戏啊 我这才把这游戏给憋出来的 但是好东西都是逼出来的啊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吹根了 总而言之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又一年以来的支持 小烟的弟弟 无夫中妄 好吧 行 那么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点个赞哦 帮助我就大吼不过了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